各位的時間了 剛剛開場的時候 虛哥有到了嗎 虛哥到了 好 那我們掌聲熱烈歡迎本屏的導演 王啟載導演 以及所有的演員 包括了虛哥 還有曾小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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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嘍哈嘍 喂喂 傑菲來了 OKOK 還有一位是我們演這個歹徒的 聽說有得到現場對不對 樣子 人生在哪裡 中化哥有來嗎 有來是不是 好 趕緊叫他進來 因為我們要進行QA 大家可以往前坐一點喔 那我們再次請我們所有的演員 依依跟現場的觀眾朋友 打個招呼好嗎 先從導演開始好了 好 謝謝各位 玩子 各位不知道要在哪裡 好 那演員一起歸在那邊好了好嗎 OK 好 大家好我是屈中 很高興 大家能夠來欣賞 寶島漫播這部片 謝謝大家 屈哥 屈哥 屈哥白回來囉 大家好我是第一小曼 然後很希望你們會喜歡剛剛的表演 很棒 第一次 因為QA的時間不多 所以時間可以留給大家 好 謝謝大家 好 大家好我是林鴻翔 今天很高興在這裡跟大家見面 希望這部電影大家會喜歡 謝謝 聽說自己大半年代也只爬得很響 大家好我是在裡面從我哭到尾的 修理媽媽我是潔飛 謝謝 哇本人真的非常年輕耶 所以電影有多會塑造 如果這部電影講詐騙集團是在利用人心的話 我覺得這個導演非常會玩轉人心 非常會玩轉人心 剛剛看了又哭又笑 這是導演本身希望的主訴求嗎 是 原本就想拍一個 簡單有趣好看的電影這樣子 所以《報道漫波》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角色 然後我們都可以看到他 正面的一面反面的一面 我想人性就這樣子 然後看《報道漫波》 其實也在考驗觀眾的人性 對 因為我剛剛看到《燒炭》的時候 很多人在笑 我就想說《燒炭》有什麼好笑的 後來就還想 有另外一個男演員也躲在裡頭 就是我們的楊宗化 到現場了嗎 叫進來了嗎 還在路途中是不是 好好好 迷路啊 來途也會迷路 好 沒關係 我相信現場觀眾有非常多的疑問 想要問我們本編的導演跟演員對不對 我們就不囉嗦了 趕緊開放第一個提問 來 請舉手 來 這位弟弟 你是那個董彥廷嗎 我是那個董彥廷嗎 不是喔 不是你啊 答那個對面題 來來來 他剛剛就一直問我 是 為什麼那個黑面光第一次打完詐騙集團的那個電話 好 稍等一下 來 那個 徐哥 趕快 用麥克風 他就問說第一次那個黑面光啊 他打完那個詐騙集團的電話 應該很成功啊 那他為什麼要吐 所以也回答不出來 對 因為等於是 等於是第一次做壞事嘛 會很緊張 雖然成功了 但是就是 人都是有良心的 對啊 然後會覺得這樣子很不應該 所以就吐了 OK 沒有做壞事的經驗啊 對 所以會吐這樣子 所以不要做壞事喔 嗯 好 第二位 來 那一位 好 嗯 我們在那個這部片子裡面看到 正面的 也看到一些反面 我想要問一下導演 您拍這個動機 到底是要 告訴我們正面 告訴我們負面 很好的問題 來 答案請回答 正確答案都應該告訴你是正面的 但是人是複雜的 所以我沒有去界定人 到底是正的還是複的 那在這個故事裡面 每個人都有喜歡的那個角色 或是你看到某一個角色是怎麼樣子的 各自解讀這樣子 所以我想講 電影拍完了 其實不是我們這些人的 是各位的 是觀眾的這樣子 好 演員覺得是正面還是負面的 可以分享一下嗎 徐哥你自己看完覺得 沒有 其實電影本身就是這樣 他把這個社會上的 現實的狀況 呈現在螢幕上 當然就是說 社會現實的狀況 當然是有正面跟負面的 所以剛剛導演就是說 就是說看完電影以後 留給觀眾自己去想 自己去沉澱這樣子 是的 好的 謝謝徐哥 來 第三個問題 來 這位同學 請收 來 我這邊有麥克風 我已經不是同學了 我已經不是同學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這樣講 害我忍住多買兩張照片 沒有 其實我只能講 我上次 我後來才回去才想到 因為 本來年 屈哥老婆是才藝 那我突然想到 我回家就向你想說 要不要問這個問題 所以我現在就用問這個問題 如果可以重新再開拍的話 屈哥你是要繼續選擇 才藝當個老婆 還是要換你旁邊那位 經理小孩才藝當個老婆 今天才藝沒來就選他 你這樣不行喔 你知道我上午那樣說 沒有啦 其實就是說 所有的角色喔 還是你要考慮一下導演 他跟Polo比較好 對 沒有 這個所有的角色 其實都是在導演的這個 這個腦袋裡面嘛 各種形象 或者是這個演員的特質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應該不是 就是說演員可以決定的 對啊 我覺得如果重來的話 當然還是才藝啊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對啊 因為這是導演的設定嘛 對啊 我們演員就是盡量去配合這樣 所以屈哥真的沒有考慮 就是我們Polo老大嗎 我覺得你們裡面的那個 斷背琴真的有點濃厚喔 導演是刻意的嗎 我有看出來 吳文當的味道 哈哈哈哈對不對 一直在摸對方這樣 有沒有可以這樣設計 有沒有 沒有 可以跳舞的 朋友好到某種程度 喔 朋友好到一個某種程度 所以會這樣對不對 好 對 好好觀察兩位喔 欸 歹徒來了 來 掌聲歡迎楊中華先生 沒有 掌聲歡迎楊中華先生 演員好好喔 超棒的 超棒的 先跟大家撈目好嗎 來 麥克風不好意思 大家好喔 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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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聽到導演說那個 嗯 有喔 上次聽到導演說要拍第二集 他有哭的很寫 哈哈哈哈 要死掉了 哈哈哈哈 還有導演說還有少年阿嬌可以拍 謝謝,那我覺得我可以插一下 先講我要講的好不好,就是剛剛有一個觀眾說 這部電影導演給人證明還是負面呢? 我想在那個高雄的時候,有沒有看到各位他的... 這樣裡面都是那個TOP很高的大樓 是,所謂大樓的高度不代表生命的高度 那個導演是給你提出一個,當我們站在高處網底下看的時候 剛好劇中有個小曼的角色叫Teresa對不對 Teresa小姐曾經那個修女她記得嗎?她過世了,她曾經講一句話 相當有名的說,愛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 當她做出這個作品給你們看到的時候 你們大家都知道,我在那這個高度還看到滴滴階層 我們身邊的還有很多人這樣的活著 我們看到了,那我們做何感想這樣子 這是我要講的,謝謝 阿東師也是可以,你很威脅的那個電影好不好 好,大樓的掌聲交給你們 張宇宙阿東,楊宗華也真的演得非常好 第二集結尋規定用前傳的模式就有機會再演了,好不好 好,不要擔心 來,第四個問題 來,這位同學,真的是同學啦 看到後面我不懂的是,為什麼就是... 歹徒他也自殺跟黑面光說不要做窮人嗎 那也看到其他偷偷被抓了,那為什麼就不走正途 對啊,還是一樣去受訓,繼續詐騙集團 還是覺得說,這個工作是有錢人的 謝謝 這個工作很好賺,所以人很難脫離那個錢的誘惑這樣子 當然我知道,這樣的結局後期很多都有爭議這樣子 但是,你或許不曉得,當你走到某種程度沒有錢的時候 你會選擇阿,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都覺得不一樣的樣子 但是,當你能多錢的時候 你的良心,或許只剩下晚上一告結而已 所以我Ending上做一個很大的轉折,是這個樣子 那,同時為什麼做這麼大的轉折,也在呼應 我們這個問題,其實二十年來沒有解決 我們都把它當一個小小的,每天看到的新聞畫過去了 你都不曉得這裡面背後暗藏了多少辛酸的故事 人間悲慘的事情 因為我去警察期看過很多檔案 我自己看的也沒有掉下來 我原本想的是拍一個純喜劇的 越看越不像喜劇這樣子 所以從這種手法來表達,謝謝 好,謝謝 當然我有一個好奇問題 你是真的有認識詐騙集團在操作嗎? 沒有認識,但看很多資料 但是我想每個人都接到幫我們電話吧 裡面很多例子應該都有過這樣子 拍的真的讓人家覺得 你好像真的就是詐騙集團其中的議員 那些手法 那些機關科技什麼都覺得非常的厲害 是不是 下一位 那位同學 我想問一下導演 你為什麼沒有繼續在那個小孩回去團圓以後的畫面 小孩沒有團圓 小孩沒有團圓 這個有點對不起,其實有拍了 對不起結會把那個顧問剪掉了這樣子 為了戲的節奏這樣子 後來結會還跟那個李警官都想去約會 約會的過程 夜會的時候小事又不見 這樣子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先捕述一下這樣子 是真的有這樣的設計 有 演得不好 好可惜喔 我不會演愛情詩 單親媽媽嘛對不對 後來跟警察搭上線了 一定要看 完整版在DVD收錄 到時候大家再去買 一百二片要看 我想看 好,來,下一位 來,這位 這位先生 來,那一位 我想請問一下 在現場 麥克風在後面 不好意思 在現場看到小麥小姐來了 本身的人是非常的漂亮 那她在演這個詐騙 就是戀愛女的這個角色的時候呢 在現實生活中 有沒有特別的去揣摩 怎樣去勾引男人這個情節呢 好,謝謝 小麥 我是沒有特別去揣摩 要怎麼勾引男人 但是我比較著重的是說 當時那場戲的那個氣氛 其實我在專注的時候 是專注在那場戲的氣氛這樣子 對 本身不是個壞女孩對不對 對 是個好女孩來著 只是為了戲的一個突破 對 好 來,下一位 後面那一位女士 那個我想問一下說 最後阿忠祐要自殺的時候 他跟屈中很要的十塊錢 是要帶了一點錢好上路嗎 是 對 一般我們習俗上有這麼一點 但是拿十塊錢 拿一百塊錢其實不重要 就拿錢就好了 這樣子 有這麼一點的味道 在 但是走下去的時候錢都掉了 你知道嗎 所以七哥 離開可以離開 但是最後一個那個手是他的手 他放著安心上路 那個安心上路 那個安心上路 就正 對他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的轉折 看到我眼前的這一幕 跟他要轉成 之後還要去看透露的那個 畫展 我想對他來講 轉折很大 但是我想透過那個鏡頭來看 這樣子 下一位 下一位 下一位同學 我想問一下導演 就是 因為我 雖然照片這種集團很多 但是從來沒有想過 他們是在一個 那樣子的環境工作 那為什麼你會想要 就是讓他們 就是為什麼你會塑造出 這樣子的一個 他們的那種 很像小辦公室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想問說 為什麼會想要讓 就是 嗯 詐騙的手腦會想要在 寺廟裡面 就是想這種 交代手冊的事情 那如果不是寺廟 不是寺廟的話 有沒有其他地方可以 呃 這個很難回答 首先那個 基本上 如果 留去看資料 詐騙集團的 的所在 其實 我們那個也算很高級 為了視覺上 把它美化了 其實他們很 都是木箱子 什麼 放著 隨時要跑路的 你知道嗎 常常的位移地方 那第二個是 他為什麼到寺廟去 我覺得是一種趣味 所以我在整個片子裡面 我沒有去設定 人的真正善良 應該怎麼樣 惡應該怎麼樣 美應該怎麼樣 醜應該怎麼樣 寺廟裡面 有時候我們想像的 這樣就是 每個人去都是 都是佛心來著這樣子 很多人發現 這張燒香拜求保佑的 求保佑的 這樣子 所以有那麼一點點 所以裡面有很多的 小小的 一些荒謬的東西 有衝突的東西 希望可以 撞擊一些 感覺趣味的 其實有些時候 你看的時候 笑的時候 基本上 心是酸的 這樣 我想講這樣的話 你去洗花 對不起先生 好 我去掉了 我先去請 就是說 這部電影 我很容易 沒有辦法入戲 你這部電影的 高雄的地理 的那個位置 功課做得真的很好 讓我覺得很欣賞 所以我很想說 你這部劇本是 一開始就設定在高雄 他就說 你在寫劇本的時候 一定 就是後來才考慮到高雄來做 那 他那個 整個環境帶 我都覺得 很有親切感 所以我是高雄的 你那個 把高雄的某些 該有的長期沒有拍出來 覺得很棒 然後 我就 也是說 謝謝你們 讓我們覺得說 我可以看到 我真的是一個高雄的 然後看那個 對白啊 很霧氣啊 真的很韓 然後 你居大哥的那個 演技在這部電子 我真的很欣賞你的表演 這部電影很好 所以我先 謝謝你們辛苦了 好 好 然後我先解釋那個 高雄 我在懷疑你 是不是高雄是新聞局的人 技術學家 當初劇本出來的時候 其實沒有設定哪一個城市 沒有 只是後來設定到一個 那方的城市 因為高雄 或許很多的拍片的資源也好 天氣也好 所以我們選擇整組在那邊作業這樣子 那其實 你看如果看整個片子 我們片子裡面沒有刻意去選擇 高雄一些西紫灣落日 很多美景 沒有 我刻意選擇很生活的 落巷 小巷子裡面 然後 舊的辦公室頂樓 什麼之類的這樣子 透過這個 沒有很刻意去穿搭高雄 但是我想 那個城市的陽光的感覺 潮濛的感覺 應該 在這片子沒有那麼風味在這樣子 謝謝 曲哥那個觀眾 有了就是 讚許你的表演 這樣子 可不可以回應一下 當然是 謝謝 謝謝 然後我會繼續努力 謝謝 好我們的金鐘影迪 好久沒有演大影幕的戲了對不對 是 紀苗苗之後吧 對 苗苗那個也算客傳 可是主演的話 上一部是運轉手之臉 啊 就是我們陳宇文大哥的導演作品 對不對 對 宇文導演導的 那你們兩個再次合作可以分享一下 宇文大哥 當然 當然就表演來講 我是第一次跟舉手很演習 對 那大家 你剛才在戲裡面講到這些動手動腳的這些東西 比較是讓我想到自己小時候很多很要好的朋友 就是 小時候我們就是永遠打鬧不停的 不管是你用什麼招 我用什麼招 你這樣打打鬧鬧 對 那因為我們戲裡面沒有太多篇幅去交代我們以前的背景 所以我試著想說 我們可以加一些動作 是很像 從小就很有默契的人才會有的互動 那種感覺來見面 呃 包括我們在那個 攤 攤出席見面 會打來打去的啊 好 就是有種 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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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配 動作 隨便你喔 對 要回來 對 賢出席 示範 插配 插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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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ub 要termin avoiding 插屁股 這次是 சLight 1 3到5秒 抓三到五秒就拍照照才算 哈哈哈哈 這隻很好 我的朋友才可以做的 掌聲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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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看到那個斷背琴 好 來 下一位 來 各位同學 你剛被他取 因為你太... 那你又取啊 好好好 餵 就是這部片 好好 印象最... 好了 先拿瓶子好了 好 其實我介紹一段最深刻的兩位演員 是那個...就是那個 Pono跟那個... 黨匪 那... 其實我想導演一條角色的時候 應該是看他的外表 我要曾經表演出紀念 適合演什麼角色 可是我覺得他兩個演技 滿有深度 我怎麼可能有想過 他兩個角色對調的話 來演的話會是... 哇塞 啊哈哈 哇 第三集 好 沒問題 非常好的問題 我剛才講了 不然難談之餘一下 現在講好像是第三集的情節 我可以復佛 對調其實不是問題 然而導演他自己 我們所謂說 有的演員演戲的時候很自膩對不對 有沒有 現在自己的情緒裡面 覺得他自己看了戲 我覺得導演我應該怎麼演怎麼演 可是導演他呢 他有一個很奇怪的觀點 是他的全知觀點 這所有戲的tempo 節奏感 無論怎樣 到哪裡到哪裡 情緒到哪裡到哪裡 完全是他一個人在掌握 他會調這盤菜 調這盤顏色 他怎麼出這盤菜 畫出一幅畫給大家看 那麼 我相信當初在選角的時候 他已經注意到了誰誰的特質 當然我也可以演《人間四月天》 雲丹也可以演《人間四月天》 我也可以是很徐志荷 他也可以很徐志荊 許我們一個未來嘛 好 跳馬超好來 我們兩個再對換一下角色 謝謝 謝謝 我沒有 我不覺得我可以演 演那麼多角色 但是如果說我演阿中的話 假設 我們現在說假設 我會覺得可能難度會是在 我跟那群另外孔雀之間的互動 或阿高之間的互動 我覺得我可能沒有辦法像你這麼好 我沒有辦法像你這麼好 那所以說還好導演沒有讓我去演阿中 因為其實 最後一位好不好 因為時間有限 來 這位同學 來 也就是我比較好奇的是金曉曼的角色 因為雖然他的 其實時間不是很多 可是我很好奇是 當初演員是怎麼在揣摩 泰瑞莎 因為他其實還蠻複雜 就是他很漂亮很聰明 然後感覺像是做什麼都會成功 可是他最後去做那樣的角色 然後後來就是博士被打傷之後 感覺好像有點愧疚或怎麼樣 這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這樣問一下 來小滿 其實我一開始在揣摩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是還蠻緊張的 因為導演會選我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他有發現說 我有泰瑞莎的這個特質 那但是因為我原本的個性 跟這個角色有一些差別 我不是 像 像泰瑞莎其實會比較 有點冷厭嘛 就是在戲裡面 然後他對事情的 事情的處理方式 也是比較 好像很冷靜 然後沒有什麼太多的情緒起伏 可是其實這個女孩子 我當初在研究這角色的時候 這個女孩子其實她 可能在她內心裡面有一塊 是比較深沉 然後可能曾經被傷害過 然後大家看不出來 所以她才會變成這個樣子 大概是這個樣子 謝謝 謝謝 所以相信大家一定 對不對 不過因為礙於時間有限 等一下我們的演員們 以及導演 都會在外頭 為我們大家簽名 所以大家可以準備你的票 跟或是等一下有沒有 電影海報的部分有準備 等一下我們會一下 在外面做一個簽名會的活動 那如果有任何的感想啊 或是有任何的問題 想要問其他演員的話 都可以面對面提問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 大家剛剛入場的時候 拿了一張